各位鄉親啊 繼續來看民進黨的理會 擂拼武 之前透過面子 打給他的對手 郭民董捷的新北市議員 廖先生 沒存在感 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為個人的政治利益來賺獲 廖先生也開炮了 說擂拼武的政治空洞 又說擂拼武的老伯 掛名 令人公司的黨署長 登記提供到民進黨政治現金 讓人正義有利益殊賞的關係 這個廖先生又搶回去 說這都是不實的指控 說一切合法 都會負責考驗 20年的時候 當我選舉時 這些事情已經全部 都被講過一遍了 那對於這樣子冷飯熱潮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探査立點領願 公司正義廖先生 今天中記者會 占退資控 強調一切合法 不過老伯落經人 持久一拍 對黨做黨輸 趕快讓大家 都在這期 非常多一般的企業 董事長的股份 都不一定會是到一拍 民報能源以及相關的集團 大量的輸送政治獻金給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讓人不免懷疑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利益的輸送 未落經人 掛名政策經 典願公司當作 廖先生 正前向這期拍攝 前面都不夠 拜託 港長 落拼湖 開就是專門 相關的法令發布了之後 他們可以在商業上面 獲得第一手消息 進而獲取極大的利益 我想這才是民眾最擔心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有人有任何不法的施政 我都歡迎他提出具體的不法施政 落拼湖近前到臉書報問說 對手沒有存在感 選舉者出現 然後選擇也來作為用 建設它也是非常的空洞 是區域的民意代表 我不一定要有全國的知名度 落拼湖強調一切合法 會控制受的科研 今天是第十二選區立委大選 也開始起告修正 拜託